各位朋友,近年来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与日俱增 因为日本右翼的执政党勾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旧恨 想起来再加上了变成了薪酬 日本是自己作的,在十年前中日友好的时候是走在一个正轨上 后来日本的右翼政党上台之后 不断的做美国的马前卒开门狗,对中国进行狂吠 结果越来越引起中国人民辛仇家旧恨的那种情绪 现在已经发展到在918这一天 在深圳的日本人学校门前有一个小学生被刀了 这一天是918事变,人民日报发文说不能忘,不敢忘 1931年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 白山黑水间日寇的铁蹄亲我国土 此后14年,中国人民奋起进行了艰苦捉绝的抗战 93年过去了,今日的中国再不是1931年的中国 请牢记918,勿备当自强 所以说日本不要再作了 如果再作的话,我不是说吗 那二次和平日本的一定是中国呀 别再作了日本 发生在日本人学校门前的这起深圳的惨案 也是这种民间情绪的积聚吧 警察当局によりますと 日本時間の午前9時頃 新鲜市で44歳の男が日本人学校に登校中だった 男子児童を刃物で襲いました 児童はこの通り沿いで男に刃物に刺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捜査員の姿などは現在確認できません 現在生徒は児童は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 男は中国当局に身柄を拘束され 現在取り調べを受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特に今日は満州事変の発端となった 龍城湖事件が起きた日で 中国では日本に対し厳しい目が向けられるため 日本人の間では特に気をつける日とされています そんな日に起きた事件だけに 私の周辺でも今回ばかりは 日本人を狙ったとしか思えないというような声が かなり聞かれました 児童の要体について 中国当局は全力で治療中としていますが 詳しい情報はなくその要体が心配されます 当地警察可以说是 全部把日本人学校给囲起来了 防止再发生類似的事件 不幸的是新的消息传来 9月18日上午 深圳日本人学校 一名10歳的学生 在距離学校门口 約200米的位置 被一男子刺傷 受傷的学生 第一時間被送医 并在全力抢救中 凶手已经被当场抓获 案件目前还在 进一步的调查中 中方将继续采取 有效的措施 切实保护 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有人说 这个通报里边 怎么是小学生叫沈某啊 因为他的母亲姓沈 是中国人 父亲是日本人 他是一个中日的混血儿 这个凶手 他以为上日本人学校的 那都是日本人 确实 那也算个日本人 因为他的父亲是日本人 但是他是个混血儿 有一半的中方的血统 那为什么不上中国人的学校呢 这就是命吧 上了中国人的学校 就没这事了 命吧 不幸的是这个十岁的小学生 没有抢救过来 在医院里边死亡了 日本的领事馆 也说了 日本驻华的大使馆说 9月18号深圳日本人学校 一名儿童在上学途中 遇息受伤 最终抢救无效 19号凌晨死亡 对此我管深感痛心和遗憾 并表示由衷的哀悼 我管认为事态严重 衷心的希望中国政府尽最大的努力 保护在华的日本侨民 查明真相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吧 那就干脆吧 把这日本人学校 全撤了 不就完了吗 是吧 现在这种 这个民间的这种情绪下 对吧 好吧 这个事儿呢 中国的网友评论呢 是两极分化 是吧 那个 有的就说呢 你无论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对儿童下手 是吧 而且况且是 这个中国的混血儿啊 是吧 你要是 那对成年人 是吧 那有种 你那日本人学校的 不有好多成年人吗 对吧 你怎么对儿童下手呢 这个肯定 这个是 一个 被鸡血 冲昏了头脑的 这么一个 民族主义的精神病 是吧 这显然是 这个恐怖行为啊 咱们有一说一啊 这玩意儿 对儿童下手 这是应该谴责的 一种行为 是吧 这个有的中国网友是 比较这个 理智的 也有中国网友呢 无论如何 一看是日本人 大声叫好 他也不知道 这小孩 还有50%的中国血统呢 包括海外的 这帮反贼啊 当然了 异口同声了 包括北京的 品祥帮的帮主 徐晓东 也出来 开始 这个 蹭嘛 这么舔这帮 这个独轮运的屁股嘛 这这么好的 这个 机会呢 能不出来蹭吗 好家伙呢 大舌头 恨不能的 都 这个伸到独轮运里的 盲肠里面去了 这顿舔呢 刚跟勇哥练完 我看他妈的报道 说是一个五岁的 日本小孩 在他妈的深圳 被他妈的捅 唱你妈的 我这劲儿就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很生气 唱你妈一个孩子 你妈的鼻 就捅着他妈五岁的孩子 唱你妈 就是沙士比亚 一个人 到他妈的游玩 唱你妈 我就看你家说什么 大家就直接问 这傻逼 一个人 沙士比亚 唱死舰 就说唱你妈 这五岁的日本孩子 是他妈军国主义吗 五岁的孩子 是你妈的鼻 你仇人吗 五岁的孩子 唱了你奶奶 还是唱你爷爷 你妈的鼻子 问问沙士比亚 就问问他妈这五岁的孩子 知不知道到一个深圳 被一个成年男子 拿到捅 唱你妈 妈的鼻子 真的 你他妈这种人 我告诉你 这种人 就我心里就说 从法律而言 判下了对吧 在我内心而言 我跟我永哥 咱俩关系一样 法律要不管 死了 我捅死他 死了 只要法律 我绝必捅死他 就是特别恨 你妈逼对孩子动手 所以我这劲 就他妈的来了 今天本来我们家刚练完 我说他们说捅了一个孩子 我还不知道几岁 有可能十来岁 有可能他妈的 几岁上大学啊 什么的 二十岁十八九 或者初出生十三四岁 五岁的孩子你也捅 你他妈简直畜生 就是这么身上这傻逼 我就老说你们身上的朋友们 找着这傻逼 在他妈的在哪个分局 唱你妈的 不你等会吧 等会吧 那个徐帮主 徐帮主 你是那个品祥 品的脑子坏了吗 五岁怎么上小学啊 十岁十岁啊 那不识数了 哎呀 这个肚子呀 徐帮主的这个肚子 这是典型的这个糖尿病脑溢血的肚子呀 这个玩意儿胰岛素抵抗是定了呀 你吃多少香都治不了啊 你赶快减肥吧 不然的话 你这个舔毒人蕴的屁股事业未尽 你人他娘的就没了呀 在哪个看守所 完了之后就咱们就呼吁一下 深圳的他们看守所的兄弟们 不管是预警 还是里头服刑的人 臭你妈 我照死里的傻逼 傻逼把三条队打断 臭你妈 人家出不了看守所 判刑出不了监狱 这他妈就我说 因为我刚知道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都崩溃了 你妈逼 我他妈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都出来骂了 我不说什么 就是法律不管就杀死他 绝必杀死亚安的 所以我呼吁深圳他妈的预警啊 还有他妈的服刑人员 只要知道亚安在哪 就照死了这种亚安的 臭你妈的 把屎天天的掛牙嘴里吃 天天掛牙嘴里吃 天天给亚安的 他妈的脚底下 天天当妈补的擦地 不不你等会吧 你等会吧 你是品祥帮的帮主 你爱吃那玩意儿 你号召给他灌这玩意儿 你认为是美味啊 是怎么地啊 天天弄这个 让人家自裁 让人家自死 自杀就靠什么 那这个事情 出了以后呢 日本的政府呢 要拨款啊 要拨款保护 这个日本人学校的安全 三千三百零五名 日本的学生 这个也不多是吧 可是呢 这么点儿学生 那为什么在中国建了 十一所戒备森严的 日本人学校呢 有必要吗 那正好发生这事了 是吧 不行的话 中国政府以保护 他们日本人学校的 安全为由的话 把那日本人学校 都清出去吧 他不知道 这帮人都是干嘛的呀 对吧 就这么点儿学生 建那么多学校干嘛呀 不知道 搞不明白 是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